对啊对啊 开个记者会 都在全部讲究 拍熊谱说要开记者会 毕竟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或者夹章风暴还在烧 如今金华城案 有没有交办 4300万卖商办 都还没说清楚 跟你讲那个账 还要等那个 我们要看那个会计室工会 到底能不能配合 因为那量实在太多了 但这记者会时间 看来遥遥无奇 现在的名嘴温朗东也爆料 民众党台部大楼 根本没有装修许可 虽然柯文哲说还没有开工 但内部装潢照曝光 似乎不是这样 而民众党更是 无漏偏逢连夜雨 蔡碧如现在也被报做奖账 蔡碧如现在也被报做奖账 创党元老蔡碧如 也被爆料立委选举时 涉嫌以超过 300笔交通费为名 拆账申报人事费 总共百万元支出设 申报不实 其实也说 这个车马费交通会 有一定的爆发 这个在政治现金里头 没有问题 第一就是有人恶搞 什么变成交通会有200多万 我的政治心情都没那么多 还一个人报200多万 敏感十几点被爆料 也让外界质疑 是不是当内茶壶风暴发酵 那我认为蔡碧如 就是柯文哲 有没有 这个钱包手机 钥匙烟的那个狼烟而已 那我呼吁陈志涵 不要整天只会搞内斗 民众党内忧外患连环报 三有高核案 借着夹章风暴 再加上蔡碧如 如果违法 民众党距离团灭 恐怕不远了 华语新闻 吴隆 也有那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